雖然最後還是決定要分開 好 剛剛看完那個廣告呢 我內心有一個疑問啊 就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直接把蛋打到 這種碗裝泡麵裡面 所以我今天決定做一個小小的實驗 我先準備一顆蛋 還有一碗泡麵 一雙塊 先把泡麵打開 看廣告剛剛好像是要先把 把麵拿出來 雖然最後還是決定要分開 廣告剛剛好像是說要先把麵拿出來 把蛋打進去再 再加一加再加熱水 所以有夠麻煩 先把麵拿出來 自己看都覺得不會熟啊 然後再把麵放進去 加調味包 加油包 真的很不健康 不過算了 沒在管健康的 好 OK 現在就去加熱水了 多喝熱水 好 夾完熱水之後呢 我們就放著等它個 五分鐘好了 因為加一顆蛋感覺要比較久 先把它蓋起來吧 先把它蓋起來吧 好 五分鐘到了 我現在趕快把泡麵打開看看 那顆蛋到底會不會熟啊 看這個樣子 是看不出什麼東西來啊 蛋咧 蛋呢 蛋不見了 欸沒有在騙人啊 那個蛋真的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欸 這樣我怎麼吃得安心啊 欸欸有有有有 看到了 在這裡在這裡看到嗎 看這個樣子 根本沒有手啊 這廣告都騙人啊 哪有人這樣吃的啊 你看這蛋黃 整顆活生生活跳跳還在這裡 靠這樣怎麼吃啊 不要玩食物 嗯 好我現在麵吃到一半了 我發現這蛋黃全部都不見 大概是化在這個湯裡面 現在湯顏色有點 也有點濃稠 看起來不 看起來有點像那個拉麵的湯耶 這個這個顏色感覺 不該是原本會有 該呈現的樣子啊 好總算是把這碗泡麵給吃完了 其實味道吃起來的話 大概 不會到太難吃啊 反正加顆蛋有點那種加分的效果 那種 味道不知道比較香一點吧 然後 可是那個口感真的是很差 就 有點像是一直在吞鼻涕 那種 不會熟的蛋白 然後蛋黃因為 可能是化在湯裡面的 所以吃不太到 就蛋白會那個 蛋白會包住 包覆在那個麵條上面 然後你吃麵條的感覺就像在 一直吞鼻涕吞鼻涕 真的是很差勁的用餐體驗 我只能這樣講 好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